在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协助下,由伊朗首都德黑兰、伊玛木霍梅尼国际机场直飞兰州的南方航空CZ3002航班 3月4日14时许降落在兰州中川国际机场,从伊朗回国的146名中国公民乘机抵达兰州,并就近选择在兰州新区进行集中流关。 甘肃成立了由省委书记、省长为总指挥的工作专班,制定了伊朗回国中国公民在甘肃集中流关的工作方案,明晰职责责任、明确工作任务,成立工作小组,制定具体方案、细化工作流程,各项工作有利有序开展。 目前,从伊朗回国的146名人员在相关工作人员的组织下已完成体温监测,办理了入关手续,并顺利入住集中流关点。 对集中流关人员,甘肃将针对不同群体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,提供心理疏导,努力做到服务周到,安心书行。